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单亲妈妈罗秀凤孩子改教案 今天迎来了上诉庭的判决 上诉庭宣判 罗秀凤的前夫在没有得到罗秀凤的同意之下 单方面替他们三个孩子改变宗教信仰 归依伊斯兰教的这个举动 这个决定是无效的 而随着今天的裁决呢 罗秀凤的三个孩子将会恢复 他们报声纸上所显示的印度教信仰 罗秀凤对此表示呢 他终于解决了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压力 而他的代表律师古纳玛拉受访时也指出 这项裁决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 那就是父母是不能够单方面为他们的孩子转变宗教信仰 罗秀凤在2022年拿回三名孩子的抚养权 并找回他们之后呢 才发现孩子已经被他们的父亲单方面的为他们改信伊斯兰教 并由玻璃市宗教局看管 他之后就入禀司法审查申请 要求法庭宣布三名孩子是印度教徒 但是吉隆坡高庭呢 去年5月11号就驳回了罗秀凤的申请 维持他三名孩子伊斯兰教徒的身份 而今天的临审法官哈德利亚就宣判 吉隆坡高庭在去年5月11号驳回罗秀凤的司法审查申请是有错误的 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两个关键课题 首先是单方面改教是否合法 第二是玻璃市允许单方面改教的州立法 也就是玻璃市州的2006年伊斯兰宗教管理法令第117支B条文是否抵触联邦宪法 而高庭未能回答这两个问题 明显的显示在法律上出现了错误 而罗秀凤在受访时也坦诚说 他对于上诉庭的判决是感到意外 因为他没有想过自己会胜诉 也没有想过法官会宣判他的三名孩子被前夫单方面改教时不合法的 而今天的判决的确让他松了一口气 罗秀凤的代表律师古纳玛拉受访时表示 上诉庭的这项判决意味着他们这三年的斗争 终于得到正面的回应 而法官的这项判决也带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 那就是联邦法院在英迪拉案中裁决 单方面改教为无效的案例 仍然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 我说是一个强烈的信息 在英迪拉案中裁判决意味着 一约束力训练的讯息 应该不应该成立 而是非法律和正义的判决 在英迪拉案中裁判决的判决 这就是混亂的 我们是法官的法官 我们要继续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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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英迪拉案中裁判决的法官 一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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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不能被一约束力训练 股纳玛拉也强调上诉厅今天在裁决中 也特别提到 当州的律法和联邦宪法相违背时 也将被视为是违宪 因此玻璃是允许单方面改教的 2006年伊特兰宗教管理法令 第117支B条文 已经抵触了联邦宪法 今天法官的法官 承认了这部份是非法律 这部份是国家法 因为每个法官的国家的最高的法 我们的法律 它不能够 所以它被承认了不法律 因此我们肯定在国家的真正的讯息 如果一个孩子被承认了 你需要两个父亲的关系 为孩子改教而经历三年奔波的罗秀凤 在受访时也难掩开心的情绪 他表示这三年来 他每一天都在面对压力 而今天算是终于得到解脱 现在我感到很严重 我感到很严重 不只一天 二天 三年 三年我真的受苦 我真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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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苦的交流 有些人问这些问题 我真的受苦 我真的受苦 但现在我真的受苦 我真的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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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秀峰也感谢 这一路来给他行动 及精神上的支持的 各族民众和律师 现在也终于可以让孩子 摆脱前夫单方面 为他们改救的困扰 我真的想要感谢 马来西亚人士 他们真的支持我 中国 马来 印度 这里是我的判官 判官 我的朋友 我的家庭 我真的感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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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